第33题,请问当燃料电池消耗64克氧气,则氢气消耗多少功克? 这个是简单的化学剂量之前学的,我们的总反应是两个氢气加一个氧气变成两个水,题目给的是质量。 那么这边的2跟这边的1是木耳,木耳怎么变成质量呢?要乘以原质量或分质量,而分质量就是原质量相加,氢气的原质量是1,H2有两个氢气所以要乘以2。 这里2代表两磨,所以要是2,再乘以我们的分质量,所以表示4公克。 那么这里的氧的原质量是16,那我们O2是两个,所以2乘以16叫32,所以就表示我们的4公克的氢气会跟32公克的氧气完全作用产生水。 那么现在消耗了64公克的氧气,这里是两倍,所以这边也要是两倍,所以就是8公克。 所以要消耗64公克的氧气,需要消耗氢气8公克。 因此第33题问我们说,则氢气消耗几公克?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8公克。